大家最近在超級市場是否看到多了很多菠蘿呢? 然後心動動想買菠蘿 但又不知道怎樣去選擇 又或者買回家之後不知道怎樣處理好 今天Dr.Market會一次過教大家 怎樣去選擇、怎樣去切和怎樣吃菠蘿 選菠蘿很簡單 只需要三部曲 就是望、聞和摸 首先我們要先看看顏色 如果菠蘿的顏色越黃的話 代表它熟的機會越高 接著就是聞 我們要聞它屁股這個位置 如果熟的時候它會散發一些菠蘿的香氣 很香你就知道它就快熟了 第三就是摸 記住摸的時候我們要摸菠蘿的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這些位置 如果熟的話它會有少少軟的 那為什麼不要摸上高這些位置呢 因為其實如果它熟的話 它是由底部開始熟 上回去 所以如果你摸上高的話 如果上高已經開始軟的話 有可能下面就會過熟就會爛了 所以記住 是望、聞和摸 自己選擇菠蘿 現在一定萬無一失 但是如果是家人 或者是工人姐姐 甚至是有人送禮的時候 有可能菠蘿就比較生一點 綠色一點 那怎麼辦呢 放在家幾天都不能吃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菠蘿快點熟呢 現在立刻教大家 想菠蘿熟得快一點的話 首先我們要把上面這個釘切掉它 好了 我們切完它之後 就要把它反轉 放入一個紙袋裡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在菠蘿底部的糖分 這樣就可以放回它 和更加平均地分佈它的糖分 如果想再快點熟的話 我們可以把其他的水果放在一起 譬如橙、蘋果、椒等等 這些水果的酵素 就會令菠蘿熟得更快 但是記住 這一袋千萬不要放入雪櫃 放在一些乾爽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教大家怎樣去切菠蘿了 整個菠蘿三尖八角 看起來就很可怕的 那怎樣切好呢 其實非常簡單 首先我們先取消了釘 剛剛我切了 好了 接著我們放在砧板上 頭尾也切一點 首先切了上面這一塊 先切一下吧 接著尾部也一樣 切一點 OK 慢慢把旁邊的皮 都切掉了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我們切這些皮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看到 我也是切得比較厚一點的 因為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眼睛 都切過 就把眼睛切下來 把眼睛切下來 剩下一點 切不到的眼睛 稍後我們再慢慢 一個一個 挑起它 皮環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首先我們 我們先切了下面這個 下面這一部分 如果想像罐頭那樣 一片片 一個圓形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切 再把中間的這個心 把它撩出來 這樣就好像一個罐頭的 一個ring 另一種切法 就是把它切一半 將整個菠蘿切一半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切四分一 再把它切半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將每一個四分一 中間的這個硬的這個心 把它切掉 接著 我們把它放下 把它切一片一片 這樣 這樣 就可以很方便 給小朋友吃 這麼快就切好菠蘿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大家可以把牙齒 一支支撕著菠蘿 吃的時候 也非常方便 吃這個菠蘿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如果吃完菠蘿之後 口腔或調理 會有一些稠稠的感覺 甚至會有一種好像被針刺的感覺 其實呢 就是因為菠蘿裡面有一種酵素 叫做bromelain 它在發揮作用 這個bromelain 其實呢 就是在分解 我們口腔和腦上的 一些肥膩的物質 和蛋白質 可想而知 如果這個bromelain 入了我們身體裡面之後 就可以幫助我們消化了 入到長度之後 就可以幫我們分解一些宿便 或者一些不好的東西 甚至是心血管 心血管裡面 如果有些肥膩的物質的話 它都可以當作我們分解 所以對我們的心臟和心血管 都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記住了 要吃多一點 多拿 喜歡Dr.Market小錦郎的朋友 記得CLS Comment、Like和Share 還有按下鐘 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什麼時候出新片 記得Subscribe 郭家頻道